都说美女爱英雄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港圈的一众女星各个堪称人间角色 像王祖贤 车世曼 李若彤 李嘉欣等等 任何一位都曾迷倒众生 成为万千难粉的梦中情人 但并不是所有美人都会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子 有人愁愁大半生 至今却还是孤身于人 欢迎来到新闻榜 这次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如今还单身的女明星 每个人的感情都让人感到十分可惜 一 杨公如 杨公如1974年在上海出生 1995年参加亚洲小姐比赛 获得亚洲小姐冠军最上镜小姐等四项大奖 随即进入演艺界 成为大受欢迎的女演员 然而从2002年开始 杨公如的事业开始下滑 这与她的感情经历有关 在这一年杨公如和上海富商周正义相恋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有一天她和周正义在香港的一家餐厅吃饭 周正义的原配突然冲进来 打了她一巴掌 她成了小三 这使得杨公如的声名受损 多年后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 她谈言自己当年是被小三 她说自己被周正义骗了 与周正义的感情结束后 2008年在吴永威的介绍下 杨公如认识了补习天王 简俊杰 对于这段感情 杨公如认真投入 她不禁为简俊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 还从自己的别墅 搬到了简俊杰的名宅中 可谁承想 简俊杰的前女友公开指责 杨公如做第三者 杨公如又成了小三 面对简俊杰前女友的指控 杨公如向媒体直言 我们是在确定双方都是单身的情况下 才开始交往的 最终这段感情只维持了五个月 如今的杨公如依然在拍戏 但没有结婚 也没有新的恋情传出 2.李若彤 李若彤扮演的最经典的角色之一 也就是小龙女了 凭借这个角色 她也一度成为众多男粉丝的梦中情人 但是如此受欢迎的女神 却是一个恋爱脑 只要坠入爱河就像溺水一般无法自拔 在事业最红火的那几年 追随李若彤的人绝对不在少数 她也谈过几段恋爱 但都是以失败告终 当年她和季天生 阴性生情 本该是狼才女貌的一对 可谁曾想季天生竟然是有妻子的人 得知真相的李若彤伤心欲绝 果断离开了这个负心汉 但是这件事倒是没怎么影响季天生 反倒是李若彤被伤害的最深 正当李若彤因为失恋伤心的时候 另一个男人出现了 他就是郭应泉 一个豪门富商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嫁入豪门的戏码 会在李若彤身上上演的时候 郭应泉的事业却出现了问题 而李若彤看上的从来不是郭应泉的财力 而是他这个人 所以在郭应泉生意最困难的时候 他也一直都不离不弃 原以为这将是一段相濡以沫的爱情 可是李若彤陪伴郭应泉十年 最后换来的只是一句 我不想和你继续在一起了 他把他最宝贵的十年都给了那个男人 甚至为了郭应泉淡出演艺圈 最后却难逃被辜负的命运 可就算如此 李若彤仍然没有埋怨那个抛弃他的郭应泉 李若彤就像是娱乐圈里的一股清流 别人朝三暮四满嘴甜言蜜语之时 只有他一心可盼着 能有一位能够相守到老的人 可是深情总被辜负 温婉端庄的李若彤就这样年华逝去 而他的一心人也不知道在何方 三 陈法荣 陈法荣第一个男朋友是香港著名花花公子倪震 倪震和育女掌门人周慧敏分手后 迅速和陈法荣相恋 陈法荣为了倪震甘愿退出娱乐圈 不过遗憾的是后来因为倪震念念不忘周慧敏 再度和旧爱周慧敏旧情复燃 陈法荣就被倪震抛弃了 因为是第一段恋情 所以陈法荣非常伤心 备受打击 陈法荣的第二个男朋友是香港船王的孙子 许静亨 许静亨热烈追求陈法荣 才认识两个月就带陈法荣见了父母 可以说非常热爱了 不过许静亨还是难逃李嘉欣的魔爪 最后娶了李嘉欣为妻 许静亨相恋了这两大女神 也可以说是厌福不浅了 陈法荣的第三个男朋友是杨俊逸 在《水月洞天》里饰演童战 不过虽然两个人因戏生情相恋了四年 但是被曝由于女方名声太差 男方父母极力反对 所以两个人被拆散了 经过了这三段惨烈的恋情之后 陈法荣可能是盲目了 在40岁时栽了人生最大的一个跟头 40岁时 陈法荣遇见了第四个男友朱明 朱明称自己拥有十亿身家 而且非常舍得给陈法荣花钱 两个人一度谈婚论嫁 所以陈法荣把自己的2.8亿 放心交给了朱明 后来陈法荣才知道 朱明是欠了一屁股债务的假富豪 自己的2.8亿也被卷跑了 陈法荣也被媒体抨击是败金女的报应 后来陈法荣称 只要讲到那个人的名字就觉得心里面特别痛 想必也是受了不小的伤 经历了四段恋情 陈法荣却没有得到爱情和婚姻 如今已经50多岁了 仍未婚未育 而她的好闺蜜 蔡少芬已经三胎了 自己却一直单身一人 4.摄氏曼 1997年 拿下港姐季军的摄氏曼 却是一个20多年从来没有化过妆的女生 因为家境贫寒 出身又不高 那种自卑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了 在港姐选秀的舞台上 其他的女孩子都是光彩夺目 而摄氏曼却只有羡慕的份 但是上天总会眷顾像摄氏曼这样努力的女孩 明明并非科班出身 但总是能得到非常好的影视资源 但是初出茅庐的她 也曾因为演技不好 被观众抨击为花瓶 靠脸吃饭 直到电视剧 惊之欲念才慢慢显露她的才华 之后的摄氏曼便一路披荆斩棘 甚至还拿下了双料影后 可是事业有成名利双收之后 她却还是孤身一人 在娱乐圈里那么久 摄氏曼并非没有人追 曾经她拒绝了加入豪门的机会 情史更是串联了半个港圈 但是如今 她依旧是孤身一人 5.袁杰盈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多的是长发飘飘 温婉大方的美女 而袁杰盈这样一头干练 短发的英气造型 出现在荧幕前 就瞬间抓住了观众的眼球 开心鬼系列电影之后 袁杰盈也鸣声大噪 逐渐坐稳了当红小花的宝座 长民之后的袁杰盈 不仅迷倒了拥有万千女粉的天王郭富城 也吸引了女神收割机刘鸾雄的注意 只是跟郭富城的恋爱 因为狂热粉的反对分手 而跟富商刘鸾雄的感情 也没能有一个结果 感情屡遭失败 袁杰盈的身体也开始出现了问题 长期高强度的工作让她患上了厌食症 一米六六的她体重一度低至七十斤 为了身体健康 袁杰盈不得不暂退娱乐圈 修养身体 自此以后江湖上只流传着短发女神的传说 却再也不见袁杰盈 如今年过五十的袁杰盈依旧孤身一人 但是年过半百的她 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单身生活 虽然女神已经不再如当年风韵 但是曾经的辉煌 依旧是那一代人永远的青春回忆 六 萱萱 之前TVB开播《驼枪世界2021》 葵韦电视萤幕四年的萱萱再度露脸 萱萱的感情恋爱观就很成熟 不会为了恋爱而恋爱 为结婚而结婚 所以已经五十多岁的她还是单身 TVB能保持一线潮红的人并不多 特别是女星 她们大多会为自己选择一个家庭英识的男人 一嫁两只 可萱萱不同 年过半百仍是单身 且多年来例行节俭 算是圈中的清流 这两年她的个人环境还算是不错 早些年的时候 她也经历过一场中年女星的职业危机 事业停滞不前 工作量骤减 以至于被同行嘲笑 你年纪大又是肥活 不如转行或者退休 一度沦为在家吃老本 因为工作量极少 那时候成为了她人生的最低潮 7.王祖贤 要问当年的王祖贤有多活 17岁签约少士 一出道便是别人企及不了的巅峰 她一袭红衣 孵如凝指 娇艳尤绝 巧笑嫣然 仿佛从蒲松林的书中走出来一般 但是距离聂小倩 遇见了甘心为她付出一切的书生 宁采成 可现实里 王祖贤却并没有遇见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 对王祖贤影响最大的男人 也就是歌手齐琴了 当年他们一位是歌坛星晋天王 一位是港圈当红小花 巅峰相遇 本是相互讨厌的两个人 却莫名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那年他们的事业都如日中天 王祖贤原以为她会在收获爱情之后 功成身退 过上相夫教子的生活 但事实总是事与愿违 当年的王祖贤和琪琴为了在一起 放出了各种假分手的消息 只为了能够不被狗仔和媒体打扰 可是家人的不满意和工作上经常异地 最终两人七年的感情还是就死分崩离析 但是二人的缘分并没有因此消散 后来王祖贤又遇见了富商林建月 只是对方是有富之夫 而王祖贤因此也背上了小三的骂名 最终林建月还是舍乱中气 在所有人都在指责她的时候 只有其情站出来为王祖贤说话 没想到时隔五年 二人居然旧情复燃 高调复合 后来大家都以为曾经的国民女神 终于找到真命天子 就此过上童话般的生活 可现实终究是残酷的 2001年 王祖贤宣布永远推出影圈 命运弄人最终还是取终人赛 缘分尽了 隐退之后的王祖贤 看破红尘 皈依了佛门 多年来一直潜心钻研佛法 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 已经55岁的王祖贤 依旧单身 前往加拿大之后 他并没有结婚生子 结婚这种事情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不将就是对自己的负责 也是对别人的负责 这个社会对女人的标签太多 结婚生子仿佛已经成为了必须做的事情 但是爱情本就不该将就 人生也是 最理想的婚姻 当然是在对的时间 遇见对的人 只要心怀期待 便可以永远向往爱情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别忘了点赞订阅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